跟著強股走是不是就對了 雖然今天臺股這個大漲 創了很多的紀錄跟驚奇的表現 但是明天馬上碰到禮拜五 那才開年 就很快的又要準備過這個週休二日 不過呢 這個禮拜六是要上班的 但是禮拜六上班 上班上課 但不開盤 那明天的選股也就很重要了 不過我們看看至少在過年 這段期間 在美國股市的表現裡頭 安謀很妖很強 漲幅就高達百分之七十二 美超微也大漲百分之三十二 這也是修飾期間而已 那臺積電ADR也漲了八趴 輝達漲了六趴 但這些個股都跟AI股有關 那臺積電今天大漲衝高之後 有沒有直接反應了 還是說有持續在續牆的題材空間 明天的操作很重要 但是是不是真的跟著大咖走就放心睡得著呢 現場立刻請見得上來告訴大家 就是安謀 不管是過年期間他的漲幅最大 他在今年開年的漲勢也有八成以上 蠻大的蠻強的 所以到底他在搶什麼 安謀的強勢能夠讓臺股也跟著有跟風的會是誰 好的我想安謀最主要當然就是AI所帶動的 ESIC或是IP這一塊 尤其是矽智仔這一塊呢 其實臺灣從去年到今年 你看到股王就是施行KY 就代表說會當股王就是一個產業的趨勢嘛 那安謀為什麼這一段時間股價這麼飆漲呢 因為財報很好 上季營收八十二點四億美金 比預期七六點一億美金還要好 EPS零點二九也由於市場上預期的零點二五 那這一季本季呢 EPS預估落在零點二八到零點三二塊美金 原本市場上預估是零點二一塊美金 都比預期來的好 因此就暴漲 那軟體銀行 台積電也持有他一點點 連發科也持有他一點點 剛剛還說黃仁勳揮達也買安謀 對 都有買 因為大家互相投資 因為都要用得到嘛 那最主要為什麼那麼強 為什麼對未來業績 還有之前業績那麼好 因為AI的整個大趨勢待望了 ESIC跟IP的發展 你看 揮達自己要切入這一塊 特殊晶圓製造 對 然後IP系制裁 對 都要切入這一塊 那你看到這一段時間呢 台灣的很多系制裁公司 不斷的飆漲 四星K1 今天又創立只新高 四千多塊了 封關前就四千塊了 今天又繼續飆漲 他創高就會有比價效益 而且我要說安謀這樣漲 你看EPS一百多倍了 本一比也很高啊 很高啊 所以就會大家引發 所謂的比價效益 那這個有多紅 你還記得嗎 過去幾個月 先是系統 我也要切入IP 再來音業達 還有那個神盾集團 對不對 都一旦要說要切入 就砰就上去了 管理佔的比重有多少 他們切入就有一個題材性 所以代表說IP ASIC這一塊呢 就是一個焦點 就是一個題材性的焦點 好啦 我剛剛說安謀本一比都一百多倍了 我們看看我們的 台灣的系制裁的 到底 我分成兩個區塊 其實第一個啦 我要先講一個 我們先看一下有M31 智原金星跟艾普 對不對 這是一千八百二十塊 再看一下一頁 力旺三千兩百四十五 四星跟四十三零 創意一千四百六十 有沒有看到這八檔股票裡面有一半都是千金 千金股 我們千金股才多少檔而已對不對 那這邊佔了四檔了 代表說這個IP這一塊 就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剛不知道 這是去年前三季的EPS 那我用很多法人研究報告 就平均去估算的啦 因為不要說哪一家高 我就不要用 就平均的EPS 都基本上今年估都比去年好 是 好啦 我們來看看 我就用今年的預估的EPS 跟今天的這個收盤價 來比較 本益比出出來了 M31 87倍 智原41倍 金星科199倍 因為去年狀況不好 艾普呢 是十二倍 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看本益比 把它看完 好啦 那下一頁 力旺今天見到差一點漲停 一百二十倍 四星KY 六十五倍 創意 因為最近跌下來了 股王漲到新高 本益比也才六十五倍 對 就是說 它沒有想像那麼高 具有科系六十二倍 好啦 我們看四星KY 它當然是指標 因為你安膜都上去了 那我四星KY 不斷的創高 原本都沿著這樣 欸 跳空就上去了 當然呢 一樣嘛 這種股票原本就是 沿著五六線 一直在漲漲 漲漲漲 一旦有 乖離率比較大 就拉回 乖離率比較大 就拉回 所以乖離率比較大 有可能要小心 要拉回 對 你就不要去追高 我們觀察它的一個走勢 它 畢竟是股王 它能夠維持一個多方的架構 對其他就是好 對其他就好 好 那麼回到這邊 讓我們智卡裡面 我怎麼去看待 我覺得說 你看M31 你已經超過我的本益比了 超過我股王的本益比了 再去追他 因為最近很飆嘛 對不對 1800多塊 我覺得風險性就開始增加了 下一頁裡面 最近被打的 創意自己看不好 42倍 那其他我就覺得說 可能就高了一點 這三檔或許有機會 我們可以看他的K線 來 我們上一頁 所以是41倍跟42倍的 智元跟愛卜 那先看智元 智元今天蠻強的 對 其實智元這一段時間 他的姿態是很穩健的 上去 那當然他也在創高 股價我們時間看長一點 你可以看得到 他就一路的往上漲 之前他過了這個前高的景線之後 其實就回來測了一下 馬上又上回去了 所以未來來看的話 這有一條月線 我們看一下月線 425塊 不要跌破 基本上他就是多頭的架構 就可以持續到 當然你不要去追高了 因為這種股票 搶一天可能就休息 因為他畢竟未接點不低了 所以但是我覺得 本益比是低的 這還有機會 這是我們看到智元 智元就用月線看 不要破四二五元 拉回是接近月線 早買一點這樣講 好 這是智元 那一樣剛剛看到的 在四十幾倍本益比的艾浦 艾浦 艾浦前一段時間往上衝 但他跟記憶體有關係 但是我們先想一下 今年的記憶體 美光說好 三星說好 海力說好 大家都說會大幅度的成長 因為包括了AI所帶動的一個需求 還有NBBC復甦 手機復甦所帶動的需求 所以基本上記憶體的價格是越來越好 美光看到明年都好 對不對 去年說到後年 就明年 二零二五年 所以最近純粹是說籌碼面的問題 那法人在調節 他跟記憶體的這個IP 氣質材都有關係 那好啦 他打回到在哪裡 季線的位置點了 已經回來季線位置點 我說實在的 他這一段時間有點 平行軌道 其實大概季線這個位置就有支撐了 所以這邊只要不跌破的話 應該是會有低階的買盤開始出現 因為本益比相對低 而且呢 移到記憶體 今年的複數來看的話 我們在中場線的角度來看 他可能是低估的 你時間看更長一點 是 所有的IP股時間更長一點 很多IP股都已經創新高了 我才從股底慢慢翻揚上 相對位置他是低的 我就覺得這種安全性比較高 再來我們回到日線來看 最近風頭上 很多人有創意 三四四三創意 我們看一下 台積電耶 台積電那麼紅 為什麼創意跌成這樣 台積電概念股 只有創意沒漲 對啊 最近你看 連那個金財那麼悶的都在漲了 對不對 財域也漲上去了 那創意呢 他的子公司就跌得比較 就主要說對展望性比較保守一點 好啦 展望性保守 你有必要打到年限嗎 韓中還破年限 對不對 好啦 破了年限有沒有人在拉 有喔 對 但是呢 我的頭部很大 我壓力很大 所以呢 只能說未來 如果你說這邊我要佈局的話 我這邊卡位 年限不要跌破 年限變成不要有下跌破 年限當我的停存點 不要跌破的話 OK 他有機會來做一個反彈 來做一個反彈 但是呢 這麼大的頭部 需要反覆打理 他就沒那麼快 縱使本益比偏低 但是因為公司講法比較保守 就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會覺得 假設這種四星KY啦 連那個不賺錢的 那個那個神盾集團 之前亂飆漲的 都可以漲那麼多 那你想一想看嘛 智元跟愛普 是不是被低估了 是 瞭解 我們用本益比的角度去比較 謝謝今天人告訴大家 怎麼看 如果安某的本益比 可以這麼高 四星也追上來 但是呢 比他低的 那是不是可以留意 這些細資材的概念 族群個股 來做比一比 不過重點呢 就是明天 投資朋友 看到今天這個大漲啊 明天更難操作了 今天看到是 內資在賣投信賣 但是外資大買 期限貨都做多 那立刻請 這個聖傑上來告訴大家 明天的操作重點 要注意什麼 對 我想這一波 既然是由美股帶動 一定要看領頭羊的 廢城暴力指數 所以廢半是一個重點 那裡面三支 我稱作他叫多頭三劍克 漲200%的 漲50%的 漲80%的 剛好是258 安謀 揮達跟美超偉 他這個是領頭羊 但其中最重要的 還是揮達喔 他目前是延武日線的盤間 這個慣性是他這一波 過年期間上漲的過程 他是不是有持續 那還有當然剛剛有提到到 財報 下週的財報 下禮拜四 那台積電已成精神指標 因為那個跳空缺口 算是溶穴啦 不再是一個垃圾盤 而是一個雨露均沾盤 所以未來的話 如果台股都變成一個雨露均沾 那整個盤面上 會越來越活絡 那台積電 我剛剛有提到 週限大底 跳空的缺口 成為一個強力的支撐 外資的買盤 大概因為今天是第一天的大買 露瑤之馬力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台幣是一個先行指標 因為今天台幣好像波動不太大 那通常台幣在升值的時候 外資買盤才會繼續進來 那那一支的買盤呢 盯今天晚上的大盤融資雨額 還有投信的買超 會不會正式做一個回流 甚至買了什麼股票 我覺得那一支也是一個關鍵 那當然重點指標股 包含是剛好提到了 半導體裡面的台積電 其實聯發科今天也蠻強的 那還有像是設備的加登 那AI伺服器裡面 包含像金像電 包含是營收不太好的廣達 感覺上也是一個測試 最後一月營收好的股票 包含像帆軒跟鎮靈 大概都可以當成一個指標 好 特別留意給大家朋友做參考 待會請持續鎖定今天夜線新聞 祝您晚安 再會了 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您掌握全球最新訊息